来吧兄弟嘛,大海真的是无其不有,这条鱼长得这么丑,它的嘴巴长得有点像牛鼻子,听说它尾部的刺有剧毒,进了老铁,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话,给个双鸡,给个关注。 这生活在大海里的生物啊,这是千奇百怪,虽然我是生活在海边几十年的渔民,但这种鱼啊,也是不常见的,它长得特别有个性,我也没吃过,也不知道叫啥名,如果咱家老铁有兴趣的话,帮它起个名字,别忘了,给个双鸡。 老爸朋友啊,今天来到海边啊,发现有几条小鱼搁浅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死掉了,可能由于天气太冷了,说实话,我也不认识这种鱼啊,有认识的老铁吗,留下你的评论啊,家务关注,带你明天直播赶海咯。 你当退潮以后啊,看到这种绿油的水草啊,千万不要错过啊,拿个小落法给它搂一搂啊,总能发现下大货啊,我的妈咧,这什么鱼啊,这尾巴也太长了吧,哈哈,这些手机还有电啊,不卡屏的情况下,麻烦给你老弟来个双鸡行不,方便的话,天下上一个小关注,看我晚上精彩赶海直播。 哈喽老铁们,今天在海边发现了这个,金黄金黄的,还软绵绵的,这是谁的脑子掉了吗,这大半夜的可别吓唬我呀,仔细一看又像是某种动物的卵,有没有认识的老铁,双鸡评论告诉我一下,喜欢大海的老铁别忘了给个双鸡加关注,看我直播。